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和他们几乎相同重要的还有一些个重要的楷书流派 比如说中游 王羲之父子 也就是包括王献之 唐代初年的于世南 楚遂良 以至到了后来的文正明 董其昌等等这些人 在楷书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都成为后世学习书法的楷模 那您涉及到这些流派 他们之间都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 楷书啊 因为既成为楷书 就是相对的规范 它具有楷模性 因此他们中间的这个差异不是很大的 它不像行书啊 草书啊 之间的风格上的区别比较大 他们在楷书方面因为强调法 所以大家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 一定要求规范 要求正统 所以呢 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您刚才说这个楷有楷模之意 因为我知道这个楷书呢 曾经也叫过真书和正书 比如说像真草立传的真就指的楷书 那么这种定名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楷书啊 它这个定名啊 应该说 就单说楷书是应该从清代以后 逐渐逐渐的约定苏成啊 这样慢慢定下来的 在更早以前 楷书的名称很多 嗯 比如像你说的曾经叫过正书 也曾经叫过真书 他还曾经叫过历书 你知道吗 历书 那是在什么时候 那是在唐朝以前 这段时间 一直到唐朝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跟他叫做历书 甚至指的楷书 哦 就是指真草立传那个栗字 对 那那时候楷书叫栗书 那栗书称什么呢 栗书称为八分 嗯 田老师 您刚才涉及到这个正书 那么这个正字是不是就有规范正统的意思 对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正书和真书 是不是当时就指楷书呢 也不尽然 也不尽然 特别是正书 嗯 这个秦代的时候啊 称小传就为正书 啊 到了汉代的时候呢 称立书也为正书 呃 当然后来就把这个正书呢 定名为是楷书了 嗯 嗯 嗯 但是就说是真书吧 真草立传的真字 似乎说呢 它比较的准确 呃 仍然有古人解释这个真书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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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书 嗯 就说是真正书 嗯 真正书就是 也是规范楷摩的意思啊 所以每一个时期的统治性的书题都称呼为正书 比如包括我们现在搞一个什么正书大展 这其中也包括篆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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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原因呢 正书并不完全定名为是楷书的 那么说真书呢 也涉了这个问题 真书当中呢 在很长的时间时 被认为是楷书 但是也曾经被认为 是真书和历书的 那个正统时期的 一个代言词 也曾经这样说过 那么后来呢 当然是这个真书啊 和楷书啊 正书啊 基本上是指的 现在我们所认为的 这个楷书 而这个楷书的定名 也基本是在清代以后 直见约定苏承 那田老师 有些老先生讲呢 这个学习楷书 要从唐楷入手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对的 因为啊 楷书发展到唐朝的时候 已经到达了辉煌时期 这个原因呢 是随朝统一天下以后 那么南方北方的书法 达到了综合和统一 那么唐人的像欧阳荀啊 于世南的楚随良啊 就把南北两边的这些精华 都综合在一起 融合到了楷书当中 使楷书达到了空前的规范 工整和具有深度啊 具有高度 所以呢 学习楷书应该从唐楷开始 这个提法是对的 啊 那田老师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欧阳柳诏等等 于世南楚随良 他们这些流派 您能不能把这些流派 他们相互之间的一同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说了 流派很多 如果我们单从欧阳柳诏的四题来讲 他们也是大同小异 因为楷书当中 我说了 不规范 他就不能称其楷书 那么大家都规范起来 就基本是大同 但是小兔的不同 也是很明显 啊 比如说 在笔画方面 结构方面 章法方面的处理上 都有所不同 啊 而主要呢 不同表现在 这个解体啊 和笔画方面比较多 嗯 整个从章法上看 基本是差不多的 嗯 您说的这个 结构 笔画 还有章法 那么我们呢 从这个形体上来看呢 我们就感觉 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律 这个圆柳好像见方 A体呢 见长 照体呢 好像比较扁 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律 从形体上说呢 你说的对 基本是这个样子 但是从他们的笔画和结构上 却还有很大的差别 嗯 嗯 比如说 我们 我们如果 比喻不恰当 举个例子 说啊 这个 言体字啊 它就好像是这个 戏剧舞台上的花脸 怎么讲呢 它呀 比较粗广 豪放 雄强 这个欧体字啊 好像是文武老生 嗯 因为说欧阳巡的体势呢 是挺秀嘛 啊 非常坚挺 又非常的这个秀丽 嗯 所以呢 说他像是个文武老生 文武双全的样子 要说柳公权呢 就好像说是像个武生一样 啊 非常的勇猛 刚强 哎 这个古若分明 呃 说到赵体字 就好像非常是一个儒雅的老生 嗯 哎 柔美 哎 他当时非常也是这个 这个 华丽 嗯 啊 这个高华之气嘛 也很很这个浓厚的 就是几种风格呀 他都有不同 但是呢 呃 他们基本上这种相同之处还是多 所以呃 当年的黄自元 啊 写下了九十二法 李淳有八十四法 嗯 后来穿为欧阳寻所做的三十六法 嗯 都是在介绍楷书的一个相同之处的东西 嗯 就大家都不可超越这些法则 所以楷书的相同之处是个本 不同之处是个末 那天老师 这个学习楷书对学习行草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楷书和行草真的关系啊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个 凡是行草书写的好的人 都有相当深厚的楷书基础 啊 而且呢 呃 如果 楷书写的非常好的一些个书法家 他们在行草方面 也都是尖通尖善 嗯 哎 这个如果你的楷书写的不好 你的行草书将来很可能陷于漂浮 不扎实 看得出来笔画虚弱 甚至在解体方面 也看了很多地方交代不过去 如果 你的行草书没有基础 不能尖通尖善 你的楷书 将会表现出来死板 呆滞 表现出没有生动 活泼的那种体态 这个互相之间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 在楷书有一定基础之后 必须要写好行草书 那么把行草书呢 用来呢 来画一画楷书的死板 那么你在写行草书的同时 要不间断的学习楷书 要是行草书有沉重感 不要漂浮起来 这互相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这个唐代的著名的书论家 孙国庭他这样讲过 他说呀 草不兼真 待于砖紧 真不通草 孰非汉渣 像这些话 我们对着牢牢的记住 深刻的理解它 这可以说是古兴 这也说明了楷书与行草书之间的关系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欧元柳照四大书体 那么据我所知呢 学习欧元柳这三种书体的这个楷书都非常的多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从照题入手呢 这个对于赵体啊 有些个书界的朋友们是有些看法的 这个看法啊 主要是从两方面 第一个呢 是在政治上对赵孟福有些看法 您就是说赵孟福曾做二臣 对 他做过二臣 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件事 还有主要是因为他是宋氏宗亲 但是呢 书法呢 还毕竟是书法 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 不必要这个因为一个人 他这个其他行为问题 而否定他另外一个方面 此外呢 老先生们不同意从赵体字入门 从这个角度说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赵字啊 他的这个笔画啊 不以方笔为主 凯书当中呢 所讲的那种骨架 在赵体当中表现不充分 他呢 远比比较多 另外呢 比较的呢 这个强调啊 这个筋血的作用 而对于这个骨格 强调不足 因此呢 凯书当中的强调 凯应该是精于方笔 在这方面又差一点 另外呢 赵体的这个凯书啊 好像近乎于行凯 所以呢 有些个老先生认为 赵字无公凯 就公凯 就从政的凯书 认为赵体字缺乏这些东西 所以在入手的时候 不希望从赵体字入手 这个提法是对的 是这样 对的 但是说呢 从整体说深度高度 和他的书法内涵 赵体字仍然是风华婉转 值得后人们 很好的学习 所以他之所从元代以后 一领风骚数百年 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嗯 田老师 我想请您呢 把这个不同书体的 这个楷书 给我们做一下演示 让大家有一个 整体的认识 好吗 可以 现在写的 这是一幅楷书作品 如果准确的说呢 他更近乎于刑凯 因为啊 接近于赵体风格的字 像是凯书的 也就更像刑凯 现在我们看从比义上说呢 更像是介乎于欧照之间的一种风格 欧体与赵体最容易融合 所以在元代以后 明代清代的一些书法家 往往把欧照呢 混为一体 其实呢 这二者的风格呢 也不完全是一致的 欧阳荀的那种风格呢 更表现为呢 挺秀 显觉 而赵字呢 有多表现为 风花婉转 富有浓厚的书卷气 书法是要这样 首先盯住一家 把它吃透 把它攻克 从形似到神似 解决这个问题 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后呢 我们就应该呢 这个向薄处拓宽 那么去啊 遍林诸家 同时提高学养 提高乐视能力 渐渐的呢 使自己的那种面目产生 会出现 自己的一种这个风格吧 所以书法呢 应该是先钻后钻 这与读书啊 不同 读书呢 鲁迅强调呢 先钻后钻 但在书法上 还是要讲究 先钻后钻 那田老师 请问您这是个 这是个阳字 阳字 这是太阳的阳字 西阳 嗯 它是一种异体写法 嗯 所以往往就说 即使不加左边的这小短数 单写就这么一横 这应该是个阳字 因为容易的义字啊 这里边呢 都应该有这长横 那就是流水西阳 天生画景 小烟微雨 人爱花潮 对 这是个八言对联 对 对 我给你烦水西阳 对 你烦水西阳 对 对 对 看不清楚 的 对 对 对 lui 对 对 这一篇楷书的字型与上一篇同样都是楷书 却有所不同 上一篇是有一点欧体和兆体的这两种风格的结合 那么这一篇则是欧体与严体的结合 几乎所有的书法家都对唐凯 就是唐朝的凯书都进行过临摹 都有一定的研究 一旦东西汇得多了 旧汇自然有个融合 也有个取舍 包括欧阎柳兆 各位名家 他们所形成的风格与体式 大多都是融合的结果 如果你只淋过一本帖 那么不可能会有自己的面貌 我们的艺术上常讲 汇通精化这四个字 其中的通就是指的融汇的意思 如果不是这样 你去闭门造车 求心求变 那将是事被公办的 这才是什么事 对我们的书都在准备下来 我们的书都在准备下来 我们的书都在准备下来 感谢观看 很明显 这个掩体的字的 好像藏风物质要多一些 对 显得厚重一些 观众朋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田老师主要把 各种不同的流派风格的 楷书给我们做了一下 比较和演示 那么在书体当中 楷书和形书之间 还有一种过渡性的书体 那就是形楷 下次节目 我们的个点 向观众朋友 大概的介绍一下 好的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